有一个网络报道 说这个想替失智的母亲请看护 结果大哥就说 妹妹你就再委屈一点 对不对 说以后会有福报 这个未婚女儿的长照杯葛 不只是未婚女儿 未婚儿子 好像是只要没有结婚的 单身的 没有 所有的这些人就 全部落在他头上就对了 这个原播说 为了照顾失智的母亲 几乎她花自己的存款 女儿花自己的存款 结果换来身心崩溃 对 像这个女孩子 其实她很可怜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然后她是女生 她是排名是老二 她是二姐 上面一个哥哥 下面一个弟弟 然后妈妈失智 失智因为她住在家里 就像独立哥讲的 你住在家里 那你长久以来 就是跟长辈住 跟妈妈住 那你就请你多帮忙 对不对 你多努力 但这女儿因为你没有嫁出去 那就开始照顾 可是你知道吗 久病无孝子 久病无孝女 就是你照顾下去之后 那对你的身体状况来讲 你自己照顾的也会出问题 所以她照顾下去之后 她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请个移工 请个看护来帮忙 可是你知道吗 看护 因为妈妈有时候要进医院 看护一天大概是 两千二到两千五 你还不一定请得到 那你请得到的话 其实这笔费用 长期下来 很多钱 很多钱 然后等到哥哥 或是弟弟偶来看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哥哥 那个看护的费用什么的 哥哥就跟他讲说 你就多淡淡 你不要请那么多 你多照顾妈妈 你会有福报 然后弟弟来 只关心什么事 不是关心妈妈的 有没有认出我来 只关心说 那妈妈的房子 那姐姐就想说 我们家已经没有钱了 就这一间老房子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的话 那是不是 处理掉那个房子 把房子卖掉 把房子卖掉 我们是不是就有现金了 有现金之后 我们就可以请移工 请外劳来照顾妈妈了 是 哥哥马上就说我告你 这个房子就是妈妈的 他哥哥讲得很好听 妈妈的东西就是妈妈的 谁都不能动 那哥哥讲的是什么 贪的是什么 真的是为了帮妈妈妈 当然不是 等到妈妈死掉了 百年之后 这房子是不是下来 就均分了 如果你现在卖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这样子看护费 然后医药费 这样子 一直付一直付 最后这房子换成了现金 是不是就被医药费 给吃光了 那这个二姐就生气了 就说好 那现在谁要付这个钱 哥哥就拿钱出来了 我付 拿出了一档一千块 放在桌上的人走了 一千块 对 只能够请半天的看护 就拿个一千块就丢着 然后这个东西 一直弄下去之后 搞到这一个女儿 最后要去借信贷 然后等到这件事情 弄下去之后 他越来越不高兴 他就觉得这个哥哥跟这个弟弟 真的是狼心狗肺 就想要去告他们 就说我当初我为了这个 付了这么多钱 他付的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钱 因为他妈妈的房子没有处分 他都是付自己的钱 拿自己信用贷款的钱去付 最后他去告这些哥哥 告这些弟弟 可是最后好像效果不行 因为当初妈妈没有被监护宣告 所以等于说 你付出去了 就真的像哥哥讲的 就只是祈求以后有福报 是你道德上 你就是要照顾这个家的 然后你也没有强制力去说 哥哥你要出来付 然后弟弟你要出来分担 就到最后因为这个 监护宣告的问题 就最后 也拿他没辙 这个人说最后一段有的时候 就我在意识清楚的 我看儿子女儿好像都还蛮乖的 对 都好好好 但是当我一不清楚的时候 我看不见的时候 那种丑陋的嘴脸 对 有时候就比看谁狠的 就看谁狠的下心来弄爸妈 对啊 来我们问一下马律师 什么是监护宣告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 需要具备哪些资格 监护宣告通常就是这样 未成年的 我们一般讲未成年 没有行为能力的 大概就是父母亲 就是他的监护人 那什么人需要监护宣告 成年以后 他发生一些变故 撞了变植物人 通常我们所谓的资格人 是没有办法 辨别 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办法辨别是非 脑袋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对话没有应对 进退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对他宣告 一个金资产宣告 监护宣告 请求选出一个 家族里面选出一个 当他的法定代理人 就把他当小孩一样 他名下的财产呢 自己不能处分 要透过这个代理人 才能够处分 所以这个代理人就有 义务要照顾他 那有义务 用他的钱 他的财产 来花钱花在他身上 去照顾他 所以就类似 我等于是 譬如说我父亲好了 他被 我申请他监护宣告以后 我父亲假设有一间房子 那我现在是他的代理人 所以我可以用他的财产 去照顾他 所以我每一笔开销 都可以基督记下来 将来呢 这个我的贷电款 都可以从 这个爸爸的财产里面 去把它拿回来 但是如果没有监护宣告 就变成 叫做孝顺 这叫做孝顺 我每天去看爸爸 然后帮他请看护 这叫做孝顺 因为爸爸是有行为能力 没有被宣告 所以你要对他好 不是一个法定宣立的 法令 要求你一个责任 那个是你要孝顺他 我今天 请一个看护给你用 你说 这个看护谁要分 可以 你可以基于 亲情 去跟哥哥 我请了一个看护 让爸爸生活稍微 好一点 我可以请两个看护 24小时也可以 大家 削游一下 分摊一下 那这个是一种请求 不是法定上面 你们一定欠我钱 我出这条钱 你们每个人都要还给我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案例里面 这个姐姐 她就倒霉了 对 她应该要去申请 她没有身份 所以她没有那个身份 用那个钱 对 所以就是真的 孝顺的人倒霉了 心狠的人反而没事 如果她懂法令 她知道爸爸妈妈 是无意识的 她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 宣告完了以后 因为她是唯一 照顾妈妈的人 所以法院会选 选照顾她的监护人的时候 一定是选女儿 是吗 一定是选女儿 是哦 为什么 因为 其他两个都结婚了 儿子大哥跟二哥 都在外面 都搬出去了 都搬出去了 所以里长也可以证明 都是她的照顾 可是如果因为有一笔钱 所以大家说 我要当 我要当 可以 那要看法官了 法官会挑 你们三个都那么踊跃 对不对 我要看你们家庭环境怎么样 每个经济条件怎么样 才负予你们责任 但是各位要想清楚 你看那些儿子 会为了这些钱 把妈妈接回家来吗 你还要问她太太 要不要 太太还会算一算 是贡人比较多 还是贡人比较多 可是我当看护人 我可不可以中间流出去 然后账目 那个名目很多 没关系 当你宣告 监务宣告以后 你都要做账 其他两个人 没有被选到监务 可以查账 对不对 你钱乱花 干什么 我可以告你亲赞 那个就可以告你亲赞 为什么 法官赞付予你要照顾她 用她的钱照顾她 每一笔账要付清楚 不清不楚 将来可以告你 这是一个法定的责任 所以刚刚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女儿 她是不是不太懂法律 所以呢 静孝心不断的飞蛾扑火 一直在那边燃烧自己 烧了半天也没人看到亮光 兄弟姐妹 她的两个哥哥都不会理她 如果她当初有申请监护宣告 直接跟法官说 法官我当监护人 我照顾她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房子 不用妈妈的硬件证明 我就可以败掉 不用她的硬件证明 我自己用我的硬件 监护宣告 可不可以坐账的时候 领一份薪水 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你是要照顾她的责任 但是而且也有 爸爸也有 妈妈也有财产 可以让你分担 那至于其他兄弟姐妹认为说 你这个钱太多了 不错 我说这是法律赋予我的 你去跟法官说 法官觉得太高 那就这样 都是经过 输送程序去做完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女儿实在是 我觉得很多家庭悲剧 都是对于法律不了解 而被情绪都锁到了 当她发现 法律上次站在我这边 我有法律 可以保障自己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被 兄弟姐妹在那边 伤得那么深 对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尽孝心前 还是要有点法律尝试 不然最后要翻脸 哎呦 我从小喜欢的 我最敬爱的 什么兄弟姐妹 怎么会翻过来 就是变了一张脸 变一个人 太恐怖了 我再问一下 苏文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比较会有亲情在 就是她可能是 最孝顺的 最有爱的 可是最后她最痛苦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子的 守面相的人呢 比较容易有亲情在 但是呢 苏文老师在这边 忠心的希望你不要对到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这个面相的部分 首先叫人中无痕 鼻子下面的 有一个深深的勾 这个勾呢 就叫做人中 那每一个人 一定都有人中 只是她的人中呢 深浅宽窄 还有她的那个 样子好不好看 那么就关系了 我们这一辈子的 富贵贫贱 和寿元的长短与否 所以其实人中 它很神秘 它又叫做 我们的寿命功 所以人中呢 最漂亮的当然就是 它是深的 然后呢 中间没有歪斜 没有质 没有疤 那就是一个 漂亮的人中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是如果你的人中很浅 然后几乎正面看 是很不清楚的 就叫人中无痕 那人中无痕的人 他有一个特色 他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做事情呢 又过于谨慎 保守 小心 对 有话也不敢讲 Hello Kitty就是这里 Hello Kitty的嘴都没有 他又没有 讲不出来又没有人中 他说不出来 他们都凹他 他都很可怜 你知道Hello Kitty就很可怜 这样说也没有错 对 然后人中无痕的人 他胆子又小 又不敢说出真话 所以他的确就是在家里面 最容易被凹的那一个 所以最容易被亲情战的 这一个人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他一样是面相 我们来看一下叫做 嘴型过小 那嘴型怎么叫过小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黑色的瞳孔这边 然后往下拉这边 如果你的嘴巴刚好符合在这条 这两条线上 那你的嘴型就是刚刚好 黑色的瞳孔的中间还是外圈 中间 中间 往下拉 对 同人拉开 对 然后大概呢 小于这条线就太小 对 小于这条线就太小 然后宽于这条线 就是你的嘴型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嘴巴比较小的人呢 他也一样 他是做事情属于怎么样 谨慎也是保守型的人 而且他比较可怜的是 他遇到事情 突然这件事情来了 他就会怎么办 他就被黑住了 他就比较容易在一个 彷徨无助的状态下 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他就很容易 只是单纯听别人的意见 他就没有办法 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例如说爸爸突然倒下来了 妈妈突然发生车祸了 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 这种嘴型过小的人 他的应变能力是不好的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没有办法 就支撑住说 那我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 所以万一如果 哥哥姐姐跟他讲说 你就怎么样 你就去照顾爸爸妈妈 每天三餐都要送饭 他一开始也就乖乖的听 乖乖的照着做了 因为他第一个呢 他不想得罪人 他又想要当一个好孩子 演一个好女儿 或者是好孩子的角色 所以呢日积月累下来 他就是在家里面 最容易背这种亲情债的人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伸出这个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手相的部分 手相的部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感情线 感情线也就是我们 这手掌上面第一条 这一条就叫做感情线 那感情线呢 他其实又叫做天文 天地的天 他又叫天文 所以他掌管的不只是 命主的本身情感的状态 他还主管了什么 主管了命主的人生家庭 和父亲的状态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喜欢 我们的手文都是干干净净 中间不要有锻炼 不要有导文 但是如果你的感情线 就是天文的部分 出现了这个叫做十字文的话 那么你真的要比较注意一点 是什么呢 代表你的原生家庭 甚至是你的父亲 可能在早年的经济状态 是不好的 那早年经济状态不好的 当下他爸爸可能遭老了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身为家里面的长子或长女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 一肩扛起你这个家 甚至要照顾伤心的妈妈 还有不知所措的奶奶 因此你的亲情债 就来自于什么呢 要帮忙照顾家人 因为这个时候 爸爸的肩膀是不够硬的 他没有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当起备用爸爸 所以这个十字文 他出现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一样呢 我们来看 一样是天文的部分 是感情线 第一个呢 先帮我看一下 感情线太短 什么叫太短 就是你的感情线 可能只有到无名指下面 你的感情线 可能只有到无名指下面 这个叫做感情线太短 再来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感情线很长 可是呢 它没入了你的指缝间 像这个图这样 它没入你的指缝间 那这种太长跟太短 都不是好现象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呢 太短的 你可能面临的是 爸爸没有任何的财产 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 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 丢给你的 只有责任跟义务 那如果呢 像这个比较长的 就是这个太长太长 它已经没入到 这个指缝间的 你很有机会 要帮忙处理 父亲留下来的债务 也就是说呢 你忙 你玩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 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要面对这些 庞大的数字 然后呢 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帮你 那在这个时候 你的亲情债 其实就蛮重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舒文老师就是要 真的叮咛大家 倘若真的面对了 请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记得找律师 好好的商讨一下 不要觉得呢 什么责任义务 都要往自己一肩上扛 有的时候懂法律啊 不是一件坏事哦 其实才是真正的 帮忙你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